已經過半了,會議可以開始 好,那我們先宣讀上次會議記錄 這裡是文化家審議委員會第82次會議記錄 報告案 案1.歷史建築南港平台工廠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人動及居動建物之建號及面積修正案 結論,同意修正地號建號及面積 那這邊跟委員報告,有關會議記錄製發的時候 土地面積物質為8028.52平方公尺 那這邊再請委員同意宣讀確認 修正為8020.52平方公尺 審議案案1.中正區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 創立30週年紀念碑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同意登陸為本市歷史建築 名稱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創立30週年紀念碑 總類碑結 位置或土地 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登陸理由及其法律依據 請委員先看書面資料 案2.大同區西寧北路2931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同意登陸為本市歷史建築 名稱西寧北路2931號店屋 總類宅地 登陸理由及其法律依據 再請委員上參數面資料 保存範圍為原日治時期 新建一至三層樓建築 其他事項未來進行修復工程時 需依照相關歷史調查研究進行修復 恢復原有舊貌 案3. 設定府基元台灣軍司令官官底 府基名稱變更審查案 結論,本案降緩審議 後續請文化局就府基名稱變更之不同觀點 及因應文化資產保存法 修訂之新增類別進行會則分析 案4. 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工作後 再提送等委員會審議 案4. 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193、193-1、195、195-1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同意登陸為本市歷史建築 名稱平花太長好種類、宅地 登陸理由及其法律依據 請委員參看書面資料 案5. 文化警官殘除山登陸理由 保存及管理原則審查案 登陸理由如下 再請委員參看書面資料 3. 有關幻名新村土地及建物存管事宜 請文化局邀及台灣科技大學與國防部 共同聯商並給予協助 4. 有關保存及管理原則 待下次委員會會議再審 以上 第三案 審議案 台北示範學校 創立 登陸的理由 第一點 後來改名 可能不單純是改名 可能是 本身功能有一點改變 因為他日誌時候 這個教育的時候 所以我是建議 再考證一下 因為這可能是牽涉到日誌時候 他的這個教育政策 因為他不單純 因為國語學校跟室外學校 大概層次上不太一樣 那個意義不太一樣 可能是有什麼政策上改變 所以作為他功能 本身功能有一點改變 所以不單純是更名 如果是說 大同中學改大榮公學 那就是改名 那這個室外學校跟國語學校 大概屬性功能不太一樣 所以我是建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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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個學校裡面 在考證一下 那麼下一次再跟隨 好 這個 第11月 第二案 那登陸理由的第二點 這個名稱 登陸理由的第二點 應該比較恰當的講法 應該是 本店入圍兩侃遺落 然後 距左右過水 電屋格局 因為我們前面都稱電屋 那那個建築形式呢 是 兩侃遺落 然後左右有過水 我猜是一個過水 左右各一個 那 那我想就是 一進兩開間 那兩開間 一般是一個房子裡面去稱它 比較好 那這個就是 按照其屬 就是兩個 店面 兩侃遺落 好 第五 好 如果沒有其他的建議 我們就繼續 報告阿一 按由 國定古蹟台北府城北門 週邊考古視覺計劃案 報請空見 請問 因為有很多是機關代表 機關代表啊 這個什麼 是可以 派遣代理的 所以 照理說 他應該要出席 委員因為沒有這個什麼 代理人嘛 所以委員親自要出席 但是機關代表 不知道是不是都到了 假如沒有到的話 這個應該請他們 趕快派遣來參加 或者的話到時候 他沒有理由我們也很難講 所以以後開會 他們事先就確認 這個私底情勢參加 活動 但代理的是沒有這個 報告去 好 好 好 來繼續 報告案一 國定古蹟台北府城北門 周邊考古視覺計劃 本案會推動 西區門戶計劃 重現北門城廣場 然後 因為介於北門城樓 及周邊地區 經歷多次的公共工程的 興建與研究調查 顯示地層下 仍可能存在 清代相關歷史遺跡 因此 於105年初 由本府都市發案局 委託樓門顧問有限公司辦理 北門城廣場 考古視覺計劃 委託專業服務案 希望透過這個案子 作為未來 北門周邊相關公共工程 施作前之重要參著依據 然後這個視覺計劃 主要是於北門城樓的 左右兩側各一處探坑 P1 P2 及北門城樓東北側一處探坑 P3 每處探坑長寬個2公尺 進行視覺 稍後會請都發局說明 視覺的成果 視覺因為發現疑似 共成遺跡 因此都發局在檢據相關資料 提供給本局之後 本局於105年4月21日 召開北門城廣場 考古視覺計劃現場勘查 會刊的結論 與會專家均肯定此次 視覺成果具有歷史意義及價值 第二點 由本府委託專業廠商 以透定雷達掃描P2至P3 兼知直線範圍 找出北門望城的可能 未知以確認保存 三 由文化局邀集古蹟考古領域 專家學者討論北門望城遺跡 系數國定古蹟保存範圍的擴大 或是移植類別的文化資產 並將後續送文資委員會報告 本局委託徐日間建築事務所 就北門城廣場考古視覺計劃的 P2至P3點 以透地雷達方式 進行北門望城可能的位置 成果於5月30日提出 那相關的文件請委員參考附件3 另外本局在6月2日 召開北門城廣場考古視覺計劃 發現疑似問城遺跡 文化資產類別認定及後續 辦理方式延商會議 會議初步的結論有兩點 第一點是因為本案涉及 北門廣場規劃設計的政策方向 那目前客由本府的公務局公登處 在辦理規劃設計 那後續的部分 若採維持下城市廣場的設計方案 以回復清代地平支方案為主的話 餘下挖前須先以考古方式進行挖掘 再進行後續廣場工程的施作 第二點若採不下挖的方式維持現行地平支方案 仍請規劃單位提出股基範圍 並採擴大國定股基指定方式的方向 提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審議 確立後續廣場管理維護原則 令本府都發局105年6月20號召開 這個視覺計劃成果的報告審查會議 會議記錄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是由龍門顧問有限公司 來整合考古視覺的內容 以及透地雷達檢測的成果 劃設地下旺塵及城牆可能的範圍 並有文化局寒請文化部才擴定國定股基 指定方式以維護旺塵的遺跡 另外有關透地雷達的資料 因為大可推測出旺塵範圍 擴大開挖孔影響明年世大運進行 因此目前三個視覺探坑建議先行回田 後續再考量是否挖掘 第三點 北門考古景觀設計案若採下城市廣場設計 在施工前須先以考古方式進行挖掘 再進行後續的廣場工程師做 我們以下先請獨發局就這個視覺計畫成果進行報告 主席委員 我們今天由陸泰龍路老師來代替本局做簡單的報告 好主席 各位主席的委員大家好 剛才很感謝府方這邊做了很精疲又惡藥的一個簡介 那在這邊先就是就本視覺計畫的一個成果報告做一個說明 本次報告主要分成七個項目 那實際上右手邊的部分是本計畫的一個大事記 那就是從3月14號的開挖開始一直到7月25號 也就是今天的一個審查會的一個報告案 那請各位有人參考 實際上這個是本計畫的一個源起目的 那剛才府方這邊已經做了一個簡短的一個說明 那我在這邊就不再做一些贅述 這張圖顯示的是此次探坑三個探坑的一個分布位置 那這三個位置主要鋪設的一個原則 那是依據張文正教授 那他所提供的一個歷史文獻還有圖字套匯而成 那實際上確切的地點 因為就是我們規劃的是一個二乘二米的一個探坑 那實際上確切的位置我們是到現場去的時候 再根據歷史文獻再做進一步的一個佈設 那這張圖是套匯的一個工照圖 那可以看得到目前在北門高架橋未拆除之前的一個佈設的一個情況 由於這個計畫在進行之前是在今年年初 也就是北門高架橋要拆除的這段期間 那這個是北門高架橋要拆除之前的一些拆除前或拆除後的一個情況 這張圖主要是說明北門地區截至2016年為止所進行過的一個考古視覺 那主要有四次包括2016年這次災內 那首先先說明一下這個紅色的部分 也就是這個是北門廣場的位置 是1994年由中央研究院張哲華教授 他在北門廣場的北側、西側還有南側這個部分 進行了多處的一個考古視覺 那接下來是2007年、2011年的部分 主要是由中央研究院劉一昌教授 他針對機器局的部分所進行的一個視覺 那另外是2015年 也就是本人在鐵道部裡面針對清代城牆還有石板道的部分所進行的視覺 那2016年也就是在這個北門城的西側、東側以及北側這個部分 也就是本計畫所進行的一個位置 那除了考古視覺的部分之外呢 那這邊也羅列了 這邊也增加了一項就是1995年 由以前那種教授所進行的北門城樓的一個遺跡的研究 那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捷運線、捷運線工程 沿著宗教西路這個地方地層下所在埋設 那過程中在這個部分發現了北門城的城牆的一些遺跡 接下來這邊是說明一下調查區域 也就是台北盆地的一些地質、一些特徵 那請各位歡迎參考書面資料 這張顯示的是台北盆地內 目前所具有的史前文化的一些分佈的情況 最早就是從舊基時代晚期開始一直到十三岸文化 那請各位歡迎參考書面資料 這邊說明的是歷史時期 也就是說在台北盆地這個地方 它經歷了不同時間階段的一個變化 這張是1654年由荷蘭人繪製的一個 淡水河與基隆的一個古地圖 那同樣呈現了這個目前台北盆地的一個情況 這張是清代史繪製的 就是台灣台北城之圖 那主要的一個地區就是北門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這張圖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得到 目前北門區外面是有一個外擴的 也就是澳城的 那這張圖也可以作為我們在做發掘的時候的一個參考資料 這張圖對於我們這次的發掘就相當的重要 那可以清楚地看得到它這邊是有一個澳城的一個轉角 這邊是北門城樓北邊城牆的一個主城牆 這邊是一個轉角的位置 下一張 這張是南門 這張是南門拆除後的一個情況 那比較特別的是拆除後的這個地方 這一個牆面 就是南門的這個牆面 這邊有一個類似有點凹凸不平的一個情況 這個在後面我會做一個說明 下一張 這張是拆除後那個城牆時所棄制的一個情況 下一張 這張是日治時期在北門周圍地區的一個商家布設的一個情況 可以看得到 當時的北門圓環這個周圍地區都存在一些商家的一些情況 下一張 這個是民國初年的時候的一個道路規劃的一個情況 再下一張 這個這張圖顯示的就是北門地區百年 百年以來整個北門地區的一個 一個算是微地形的一個變化 那這些未來都可以作為將來北門廣場一個解說的一個說明 下一張 那接下來主要就是說明我們這次發掘探坑的一個成果 那這張圖顯示的是一個P1探坑 P1探坑位於城樓的西側 那這個位置呢 經過套捷 經過圖字的套匯之後 顯示這個地方它是北門高架橋 然後就是由北往南到那個延平南路的一個引道的一個部分的其中一個敦柱的一個位置 那下一張 那這張剛才那個P1探坑實際上因為下面都是硬鋪變 所以沒有辦法持續的往下發掘 它這張圖是P2探坑 也就是這次發現奧城遺跡主要的一個位置 它可以看得到它是在城樓的東側 東側15公尺的位置 那這個是發現的奧城遺跡的基礎也就是基礎的部分 它的堆積形式跟1995年在環境接口發現的北門奧城下面的基礎排列方式是有點類似的 那上面這張圖顯示的是地層的一個剖面堆積的一個現象 黑色的部分就是沙岩石 這個部分是水泥塊 那這個灰色網點是沙岩石塊 這個部分就是奧城的一個剖面圖 下一張 這張是奧城遺跡的一個俯士圖 那這個遺跡主要是由沙岩石塊跟歷史還有三合圖所構築而成 所鋪設而成 那他們用三合圖交接沙岩石塊以及歷史 下一張 接下來說明的是P3探坑 P3探坑是位於北門城樓北側也就是安全島的旁邊這邊 那在這個探坑裡面呢 我們在地層下同樣也發現了沙岩石條 不過它是一個丟氣後的一個情況 那不過雖然說它不是一個原地層的一個現象 可是從它的地層分布可以看得到 它是已經是位於在黃河色的一個深土層裡面 那顯然它是在被拆除之後 在原地所丟棄的 那除此之外呢 在這一個石條的下面 下面旁邊一點點它同樣也發現了所謂的木樁 那這個木樁的形式跟那個李先朗教授在環境結果 所發現的是相同的 下一張 下一張 這張是P3探坑的一個探坑的剖面圖 那這個是石條的一個位置 下一張 這個是木樁 可以看得到這邊是石條 那相當的凌亂 對 下一張 這張顯示的是我們這三個探坑所出土的一些遺物 包括日式時期的琴花池 還有漢人的陰幼陶 還有早期的一些碧磚 下一張 這邊在進行討論分別的部分 分成三個部分 就包括了第一個就是 伊斯北門甕者遺跡的一個基礎 那從P2探坑的結構以及文獻當中 我們可以了解到就是這個結構呢 它實際上它出現在P2探坑的西半部 那東半部它沒有看到任何的分布 那在西半部的部分 它持續是朝北邊還有西邊以及南邊延伸 那因此推測它 至於它說它延伸的部分會有多大 那目前還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判斷 那因為它是緊接在延伸土層的上原 因此表明它是一個原始的一個狀態 那同時在南建牆上面也遺留了一些石塊 那推測應該是日本人拆除掉城牆之後所遺留 那在P3探坑發現的石條跟木樁 那推測應該也是屬於北門甕城的遺留 不過這些石塊已經受到一些勞亂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剛才所提到的就是 北門甕就是甕城拆除後的一個情況 那一般學者推測這個陰影比較深的部分 推測可能是主神牆的一個部分 那實際上我們去觀察這兩個陰影深跟淺的部分 它裡面的一些餐額料可以清楚的看得到 這個地方的餐額料是夾雜了一些碎背 碎背類的形式 那顯然是跟早期清代的一些工法是有關的 那實際上這個部分呢 另外比較深色的部分呢 裡面的這些交結這些餐額料 實際上都是以細砂為主 那顯然兩者實際上是有一點不同 下一張 下一張 那另外呢 經過圖字的套匯 顯示的是北門地區的一個周圍情況 這個是P1 這個是P2 這個是P3 那顯示出來早期北門圓環的一個 就是探坑位置的部分的情況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這個P3探坑 它當時是位於接闊的部分 接闊的部分 下一張 這張是1976年 可以看得到 這個位置就是在這個位置 那顯然它是一個接闊的一個位置 那這張是這些商家拆除後的一個情況 那這張是北門高架橋 建設好之後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是高架橋拆除後的一個情況 那接下來呢 就說明一下 有徐玉劍老師他們所進行 他委託台灣檢測股票有限公司 所進行的一個透地雷 飛波外線的一個透地雷達 目的當時探測 就是奉塵遺跡的一個範圍 那目前根據訊號資料研判 就是BM01、02、03以及04 就是在這個部分 那推測出來是有一些訊號的反應 那推測這些訊號代表的可能是奉塵 以及城牆的遺跡 那這張圖紅色線段的部分 是根據訊號所畫設出來的 推測出來的是奉塵遺跡 以及城牆的遺跡這個部分 那在本計畫的一個結論以及影響評估的部分 就包括了就是分別在P2、P1 然後分別發現了疑塵遺跡的基礎遺跡 那就是以沙葉還有木樁為主 那另外一部分在影響評估的部分 那這些目前所發現的這些遺跡所在的位置 那正好是位於未來本門網上設計規劃的一個範圍裡面 那如果現階段為針對這些遺跡去做進一步的一個行政處分的話 那有可能會對這些遺跡照 就是這些基礎還有尚未明確的一些遺跡造成一些影響 那這個減薪策略的部分 就請各位委員參考的資料以外的部分 那這三點主要是這個成果報告的一個審查結論 那經過委員的討論之後做成以下面三點 那就是第一點就是建議隆文 建議堯本人就是整個考古發掘報告以及特地雷達 那將地層下的用程範圍以及可能的範圍 就是整理在書面、整理在報告裡面 那剛才在圖片上已經呈現過了 那就是並將由文化局寒請文化部建議採取擴大古蹟 也就是北門指定方式來進行遺跡的一個維護 那第二點呢 就是主要是在針對特地雷達歐城的一個範圍 那因為遺跡的範圍在會中有討論過 如果說在這個階段進行擴大一個視覺的話 那恐怕會影響到世大運的一個進行 因此呢,在這個部分呢,維門是有討論過 是不是先將這三個的探科先請回田 那之後再針對後續是否進行繼續開發做一個規劃 那第三點呢,就是北門廣場設計案 如果就是採下層式的廣場設計 那在施工前呢,必須考古防止進行視覺 在之後呢,在後續的廣場施作工程的時候 那施作期間,那同樣是需要我一起考古學的進行施工監開 那這個是以上的一個報告案的一個說明,謝謝 好,謝謝 我們獨發局那個 這個你們都研究過嗎? 對後續的這些部分,為什麼要配合還是怎麼樣? 主要會做考古視覺的作用 就是為了現在公園處正在進行一個北門廣場的規劃 讓公園處能夠比較清楚的知道哪一些是底下可能會有遺跡的 所以後續他們現在也根據我們的視覺結果 在配合修正上的設計 所以今天這個結果是提到文資委員會來做一個確認 那公園處會接著我們的成果 繼續來規劃整個廣場 好,我們來請教作務委員,為什麼我們請教我建議的地方 我想請教一下原來那個北門廣場的施工 它的期限是什麼樣? 因為後面有寫到說,如果那個商坑product還要做的時候 要用考古的方式進行 那表示這個計畫會再往前推 我不知道那個時辰跟世大運之這些關係是怎麼樣 主席,吳仁濤,工人出報告 那現在目前我們那個整個的北門廣場景觀工程 是預定在明年6月底前要完成 那現在最主要我們是依照發展局他們視覺結果 第一個就是在那個P2探坑這一部分 因為它現在已經視覺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是利用這個P2探坑的話 那那個在耳後施工的時候 我們這個探坑到時候會把它顯示出來 也就是做一個那個展示的一個探坑 那再來第二個 那在這一部分的北門廣場這一部分 那個我們是在四周我們就是文匯把那個 把它稍微開挖 然後把它揭露出 那個在清代時候它一個地平的一個高繩 也就是說讓這北門 因為它那個裡面有個門 能夠讓它以後有機會能夠開啟 那其他的原則上 我們就沒有再去做其他的一些開挖工作以上 我覺得這是對的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做了透地雷達很清楚 那我覺得要有一個overlap 就是未來的那個設計跟現在的那個 勘察的結果之間的關係 現在只是各做各的沒看到之間的那個跌圖的關係 現在未來的設計應該有根據現在的勘察件 做必要的修正 對那個 這樣包含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去做調整修正 就剛剛包含過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探坑這些部分我們會把它保留下來 因為這邊有挖繞儀式就是奉承跟那個 跟那個城牆基礎的一個儀式遺跡 那所以說我們這兒會把它揭露出來 然後做一個展示探坑 那另外在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目前那個推雷達 現在有顯示出這裡有那個城牆的基礎 那這一部 對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所以我們以後 這裡也會做一個城牆基礎的展示探坑 大概是這兩個部分 我們那個在位置上 我們有去依照這個去做調整修正 其他委員 我想等一下那個前堂兄在做補充 我不曉得榮門公司 您有沒有看過真正的奉承 報告委員 我看的所謂的北門奉承的資料是從 不是 我是說大陸有很多奉承 是沒有 所以你沒有那個意象 沒有那個意象 我跟前堂兄在南京 那個東華門那個奉承 有那個遺址 我們還有騎馬的坡道上去 你一定要有那個 有那個概念 那你再來 將來怎麼樣 視覺再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進入 我想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我建議 你們要組團一下去看看 真正的奉承是什麼 當然這個兩個可能規模不一樣 不過你至少要有一個概念 什麼叫做奉承 什麼叫做奉承 南京那個是城外一個奉承 城內有三個奉承 它是長方形的 那個規模當然大 那個不同 我跟前堂兄 我們爬到奉承上面去看過 那個是世界上現在保存最好的 一個奉承 另外就是台北這個為什麼要 那個是北門 它有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區位的這個意義 那個是北門跟西門 過去西門是代表那個 天高就是泉州 在那個萬華那個地區的一個社群 這個北門比較接近就是這個 那個那個泉州 要不是銅鞍 這個大龍洞 不是這個大稻城 大稻城 那麼它有非常有這個 除了這個城門 以這個七星山為主山座山以外 它稍微有點偏這個西北 所以它是等於說 我上次也講過 它是一個後天八卦的狼狼 所以你要這個姿勢 要有一個特別的一個概念 這做基礎再來做 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文化局長還有副局長 還有我們這個都化局局長過去講過 我們古籍的這個保存 更重要的意義是將來要活化 要能夠有這個社會教育 你要告訴人家 一個我這個奉城是做什麼 這麼進來 那個歷史上過去呢 它是1884年 這個叫社會 就是化國軍隊就打到這個基隆 這個淡水這邊來 那個時候我們就是在炮生融融當中 港工斷下來的 它是為了很強烈的一個防疫 淡水就是從這邊這邊過來 所以它要往這邊做一個奉城 它有它特殊的一個歷史上的一個背景意義 所以這個一定要有所了解 所以我建議 剛剛都化解了 你們組成一個這個私會 可能私會吧 就去看一看 不然你將來這個要做一個保存計畫 將來要怎麼展示 怎麼要說出一個道理出來 不然它不是只是一個遺址 一個地下遺址 那地下遺址是作為一個載體 一個基礎 將來發展可能是要做這個假想的一個意象模型 實體保存還有一個意象模型 實體保存還有一個意象保存 所以將來就 所以這個奉城是做成對社會上的一個教育 等於說一個教育才有意義 因為在那個時代是這樣的意識 所以我是想那個 比如說奉城它是怎麼一個進入 還有那個南京的那個奉城 還有底下還有藏那個兵器的 就是藏兵的 就是你敵人進來了 我們俗話叫做 翁中桌碑壁 現在就給你拿來 裡面都有唱那個軍火 唱軍隊 它都有那些設施 有那些構想一定要做 所以我建議農門一定要去看 實際上看要有一點了解 不然你這個等於說有一點 我摸到什麼就是什麼 可能不一定是什麼 你要有一個整體的概念 了解是它是怎麼一個防疫系統 怎麼一個功能怎麼來做 對全盤有一個了解 你剛剛講那個地形那個變 你說過去之間的這個水田 還不是水田 可能有一點是全部的一些那個泥造的地 那麼它先種了很多的東西 把它壓死做為一個地基 然後再後來再做什麼 它是有一道理工程 因為這所謂叫凱拿格蘭 就是這個失地的意思 泥造的地 是這樣 那個要跟得更近一點 所以你跑到西河 河西到什麼 就是清朝以前 它要做成以前 它是怎麼樣的工程 這個在文獻上都有 文獻上都有 所以我建議可能要做一點 可能前郎兄我們都到這個 翁城上去看過兩次了 所以前郎兄補充一下 時間寶貴我就不願意 那個再講了太多 但是這一次的這個拋果 我覺得是有貢獻的 因為你看這個灰色的 是我們過去的認定 這個認定是從那個地圖上堆疊 但是你看真正挖起來 它還差了一段 換句話說呢 這個位置沒有那麼靠近北門 要離開大概十公尺 你看那個舊照片 放出那個舊照片嗎 所以這個考古的資料顯示 那個跟 你看還有十公尺 就是說門的邊緣到瓮層 瓮瓮瓮瓮拉出來了 這樣子嘛 你看十公尺 所以過去這個 只是一個粗淺的認定 其實應該是距離這十公尺 我相信這個是有這個成果的 至於說呢 希望也不要太高 因為我們發現過去 台鐵地下化 高鐵地下化 這一代它採用 你去查資料 它採用的是明瓦法 它不是淺盾 換句話說這個地方 老早已經被破壞了體無完膚 所以我們也不要巴望我們下去啊 非常完整的瓮城的那個基礎還會在 我想這個 而且我也跟大家講 我們台北的這個三線馬路的地下 百分之八九十應該都還有古時候的 那個城牆的那個基礎 應該有 應該有 那我們不要去擾動它 我們去挖它其實是擾動它 那就以這一次來講 我們如果把這一次P1 P2 P3 我們把它定為文化資產的話 各位知道結果會很慘 全面凍結啊 中央文資局它會叫我們全面凍結 我們那個什麼西去門戶計畫 大概會延長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知道它在地下有 你知我知就可以了 不要去擾動它 你越挖越多啊 那你整個中華路底下都是 你整個愛國西路也是 你整個中山南路也是 那你會收拾不良 那我們也知道放在地下 其實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們不要去擾動 但我們知道它 但剛才說 未來這個公登出的這個計畫 願意把P2讓民眾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個構想很好 那至於新老師講的 你要讓人知道什麼叫瓮城 瓮城的資料 我相信那個徐建築師 他那個計畫會有一個牌子來展示的 通常這個 它這個後面有一個坡道 剛才新老師講的 他要把那個泡拉到它的城牆上去 是有一個斜坡的 但是我們這一次因為不會做到那麼細 我們這一次甚至還想要挖到它原來的地平 換句話說比現在的地平還要再低一點 那排水過後面那個技術性可以解決 以上我就做這樣的補充 我覺得這個成果還是可以肯定 做為未來公登出那個計畫的一個資料的補充 那我因為提醒說我們不要把它搞得 這個如火如荼 這樣弄到中央文字局 它會認為你要全面凍結 那你就麻煩了 謝謝 好 我想兩位委員的這個寶貝意見 還是請過公司的獨法群 來做後續的對話參考 那尤其是這個公認出未來的部分 或整個部分 那這個委員聽到我們不要動 還是大陸會 現階段在哪裏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對 那請過委員還有一會的各位代表 那我想剛才李老師和新老師也都提到 這個選手啊 他去做了一個可能很簡單的手術 叫結紮手術或什麼 就發現呢 旁邊就已經有腫瘤了 然後呢 這個醫生就建議他把他給混合回去 混合回去 因為等到他參加比賽以後 再來處理這個事情 當然這個剛才李老師解釋啊 當然那個讓我有一點點這個什麼 這個不會那麼緊張啦 因為 放在地下 假如說在施工的時候 不會被擾動的話也就罷了 但是這個結論是非常荒謬的 因為從我這個古籍委員會的委員來講的話 古籍寶神假如已經發現 他已經 不是跟我們猜測的一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而且我們在上面 可能有些去蒙古計劃 跟這個 北門的周遭的警官計劃的時候 做這個結論呢 是我個人是覺得 不是太合適的 剛才李老師已經對第一條這個部分 提出建議 假如這個提出去的話 立即就會 產生可能 整個會被凍結的情況 那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這個案子提出來 你因為要吸這個什麼 所謂的 世大運的這個門面的問題 然後呢 寧可 寧可這個 回填這個目前的探坑 或者是 甚至於在上面做建構以後呢 未來透地雷達在做的時候 也許又發現這個問題了 那又要把這個挖掘掉 會不會成這種情況 這部分呢 肯定要請這個渡化局來說明一下 我剛才有跟委員報告過 因為我們的階段性政務是做到考古探坑 那其實現在府內有針對整個北門廣場 其實主要是工程處主政 一直在調整設計 那至於說 後續的探坑 是不是要回填 或者是沿著北門 這一個 古蹟定竹範圍的土地 是不是要把它 它還挖到原來地平的位置 其實現在都還一直在討論 因為就如委員剛才講的 它有涉及到 提送到中央文字群的程序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在府內大概一個月開過 兩到三次的工作會議 那目前是 如果說要配合整個期程的話 我們是先不擾動 目前有文字考量的這個移植的部分 先就還有南側的這個部分 可以動的部分 是不是在工程上有做調整 但是其實這個部分 今天的考古事局 還是要提到文字會來做報告 你沒聽到我的意思 就是說以目前的情況 感覺上是頭痛一頭 頭腳弄一腳 頭痛一完以後 腳再痛的時候 我們再重新再開始 我剛剛舉的例子 已經非常的接近這個事實的情況 但是你的回答 基本上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不過我只提醒這個什麼 這個市府這邊在做的這個事情 未來 假如說你突然又發現 這個什麼 呃 被大家提出來說 應該要把它重現的時候 那 撤出來也是合宜的這個什麼 或者說有這個 這個足夠證據顯示 確實是如此的話 要把揮護啊 你現在西區門 西區廣場這個這個部分 會不會去擾動的建設 會不會去擾動它的這個情況 而且呢 未來呢 是不是要把它打掉重新再做 這是我的情況 呃 我的這個什麼想法 因為目前市政府不 我不想要整服聽說 一再反覆的不同的決策喔 其實對於市政府的傷害是很大的 那我個人也在政府警方服務工 當然不希望呢 呃 市政府能再重蹈覆轍 這是我的想法 其實那個透地雷達是現在非常很好的一種精準的科學工具喔 那我不曉得它超過貴不貴啦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有可能的話 可不可以同時讓透地雷達的那個 就是說它的scan的範圍喔 稍微再大一點 那 那我的意思是說原來那個設計 許老師設計的那個案子應該做一個疊圖 跟我們現在的判刊做一個那個Mapping 你就很清楚未來在施作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哪些東西 因為現在是這兩個 並沒有做一個Mapping 那我相信多發局在做的時候應該是有好 那這樣子大家在解讀的時候會比較清楚 以上行 我比較關心哈 這個P3 為什麼挖這邊呢 就是翁城的最東北角的這樣子角色 那個翁城這麼應該都會這麼大 應該這個是那個 因為這邊有復診盒嘛 應該這個是復診盒的位置的一個確定的 視覺康才對 所以這樣子的那個挖掘 這邊就很凌亂是 不曉得什麼原因 就台鐵的或者以前這邊有建築物 或者有復診盒所以很多填堵 這樣子可能性就不知道 那要是復診盒的話 不是那種東西就是土的顏色的變化 要是這樣子有機會 現在可能就不容易 這樣子挖的話 這個復診盒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可能確定 那這個可能就是以前的那個 劉老師的那個鐵路局的那個 他們也這樣子的一個調查 這個線有可能就是一個 那個醫療線的關係 或者1994年的這邊的線 因為復診盒這樣子來 這種線的有關係 到底有沒有發現 我想應該這個應該在 郵局會調查 好 我再不要建議 我想這個案子 因為我也參與過中間好幾次的線看 跟那個會議 所以有一些了解 那事實上就像那個李老師所說的 這個地方 因為過去鐵路地下化 還有一些其他的工程的關係 其實有很多地方 其實是真的已經完全開發過 然後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是可以確認 所以剛才希望老師提的那個P3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的確是 那個經過那個擾動的部分 所以就在這一次的調查 那個室外以後就比較沒有出現什麼東西 那另外呢 P2的部分是有一些具體的這個文物的出圖 那所以一般來講在考古移植 如果我們發現有具體的出圖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會去擴大 那而且P2的位置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它可能是收到勞動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相對是比較低的部分 所以那個部分的確是可以透過它的擴大 然後了解它具體這個地方才保存的狀況 那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的行政的關係 所以每次要增加一個新的工程 新的委託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行政手續 所以那時候並沒有做這件事情 其實那個時候如果再趕快擴大的話 時間上是不會花那麼長的時間連續做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就停下來 然後大家一直開會 所以沒有做了這個決定 然後這個時間又拖了滿久了 然後大家其實像我們去線看就知道 你一個東西挖起來停在那個地方 一下午或什麼 那個地方完全就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這次雖然大家覺得P2有挖出東西 我們就應該做展示 可是有那個過程大家也可以知道說 你以後那個地方為了要做展示 其實你之後要做很多保護的設施 然後你做了這些保護的設施 你可能就會影響到這裡頭 可能還會有的一些遺跡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你要做任何東西 你必須還是要透過考古的程序 才能去做任何施工 所以剛剛工人處提到說 這個地方要做展示 然後還要再去挖一些地平的時候 我覺得就要考慮這個時間因素 就是說我們有沒有辦法如果要下挖 或者要做展示周圍做任何東西 我們都要透過考古的方式去做 那如果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是不是應該考慮在明年6月之前 我們能夠做得最好的方式 因為現在比較可能有遺址出現還保存的部分 其實應該是在北門比較近的地方 那個地方比較沒有直接重大工程 在這個地方私做 所以剛才像李老師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暫時先不要去保存它 其實這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你時間很短 雖然像那個剛剛李緯委員提到說 我們應該要把它弄清楚 那個是我覺得本來真的是覺得 既然你有東西我們該把它擴大一下 可是因為現在時間的關係好像是沒有辦法做 要不然的話就是最短的時間 我們再把P2擴大一下 然後搞清楚到底遺址的範圍是到哪裡 而不是全面開挖 這樣時間上是不會花很多時間 可是如果來不及的話 至少我們應該要把這個遺址 要把它保存好才行 不能為了說我們現在很快的做展示 結果你反而去破壞遺址 這樣子就有點本末導致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目前我們在進行工程 除了要展示之外 還要考慮保存的這個一個想法 謝謝 謝謝 跟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大概有去包括中央的會議有開過幾次 那原則上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有一些中央的委員建議 是不是要依照雅典憲章的一些規定 因為討論很多 裡面很多覺得現在去挖 剛剛幾位老師也講未必適合 那有一些破壞的部分 包括如果列為遺址 那到底要凍結周邊面積多大 都是一個討論的範圍 那我相信到8月5號 在中央省那個公園處的時候 一樣會有相關的意見 那也有幾位委員 今天出席的部分也是中央的委員 我相信那個部分 上次我去 原則上他們是希望不要勞動 那所以我們大概也建議說 可能朝國定古籍範圍先擴大 那至少能夠跟公園處 將來這個操作的廣場面積相等 他就會保留一部分 將來在做開挖的時候 或是將來 倒跟那個世大運 我覺得是兩回事 我去中央感覺那個委員講的 好像不是世大運 而是說應該是這個 到底要怎麼保存 我們都是一個要檢討的事情 我想這個報告 我們是針對這個報告要做結案 所以會請教那個 我請那個董門 就是你們報告的第三 先給我們第三捨眼 就是結論我想我沒特別意見 就是影響評估裡面有個叫減輕策略 那減輕策略裡面的第一點 陳門樓開發這個反正不會再挖 陳門樓的本身 當然會不會我好像不曉得 徐建築師那邊的設計是怎麼樣 那主要是針對第二點 就是周邊周圍地區部分開發 這句話講是假設已經要做這個事情了 所以可能要做進一步考古發掘 就是說可不可以把這句話再講的 減輕策略的第二點 這個辦法講清楚 一定要先做 才能做後續的相關的工程的部分 還是邊做就可以邊處理這個事情 不曉得 就是說減輕策略的第二點 講的不是那麼清楚 可以把這個程序的要求呢 可能要定案 那當然因為這個策略裡面呢 因為這邊的建議都是引用遺址討論 就是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 大概都是引用這個遺址的觀點 但是我想剛剛 剛剛未來或是未來的策略呢 大家好像比較希望走古蹟擴大的觀點 這兩個條文好像引用的不太一樣 如果說走這個遺址的觀點呢 那當然就一定要可能要 就是你們建議的第二點 要處理後續相關的事情 所以這兩個古蹟跟遺址的關係 在這個案子上面 到底這個減輕之間的疑慮也高 我沒有很清楚 那就是涉及到後面的北門 就是西軍門戶開發的這個後續的工程 所以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各位委員 剛剛其實很關切的問題 其實在過去一直在討論 我們一開始在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那個計畫是希望分兩個階段 也就是說 並不是考慮施大運 而是說在示範運那個階段 之前我們做到什麼程度 之後做到什麼程度 那一開始確實是會希望 往那個遺址擴大的方式去走 然後後來真的也不是說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而是說我們其實也聘請了很多委員 很多次的討論之後 那最後就是跟委員的顧慮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在過程當中其實已經有 我們其實跟著那個 包括文化局 包括發展局 這個計畫其實 公園處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就把它納進來 所以最後大家委員討論的結果就是 已不擴大 然後但是目前已經開挖的一個成果 包括P2這個部分 確實已經看到的東西 那這個我們就會選擇這個點 就是依據這個結果 然後已經納入目前的 不是規劃 納入設計 那這個地方的話 也就是整個廣場 它其實是用平面式的來展示 展示它空間的感覺 那只有在少數的點 包括這個點是往下挖 往下挖的部分的話 在就是用透明的那個 承載板的方式來做展示 人是可以走在上面的 那在P1的部分 剛才公園處其實也有說明過 也就是說公園處的設計 已經跟著這個計畫的成果在走 然後至於就是說 古蹟的部分 原則上是採擴大了一個方式 那顧慮的問題其實跟委員說 剛剛所講的其實都有討論進去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跟我們這個報告最後的建議事項 是有一點點落差 所以會讓委員造成誤會說 似乎就是說我現在 是不是把它回庭了之後 我之後要重新再來設計 重新再來一次 沒有 這次廣場的設計其實是永久 以上補充 謝謝 你剛剛講說 因為就是引用條文 就是我們現在走的 人家拜登榮門這邊方解釋 要引用的是遺址方面的條文 還是後續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古蹟的條文去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這邊下的結論都是用遺址的觀點 遺址的觀點 那整個步驟當然很複雜 好 這邊回應一下委員的意見 各位委員可以 這個到第一頁去 這個實際上這個委託專業服務案 它是一個北門城廣場考古視覺計畫 它是一個考古的一個視覺的 用考古的方式來進行的一個案子 那因此我們在進行考古發覺的時候 所遇到的問題 原則上都是依照文資法裡面 以此類相關的條文來做處理 那之前或許在文獻裡面知道會有 之前在文獻裡面知道有翁城 那在這個計畫執行之前 是不確定這些翁城的遺跡還在不在 還保存了完整或不完整 不知道 那陸地上就是要去理解這個工程 它存在的可能性 是不是還存在 那如果存在的話 它的完整性如何 它的範圍如何 那必須透過發覺方式 才有可能知道它的範圍 你在陸地上你不可能 你光是看照片 你也不知道下面到底有沒有 那因此我們透過發覺的方式 去做調查之後 一旦發現的時候 我在報告裡面已經也提到 那實際上就是把它先列為一個疑似遺跡 那在文字法裡面也有相關的一個名稱的定義 那既然遇到疑似遺跡的話 那實際上就是依照相關的辦法去處理後續思想 那在實際細則第十五條裡面它就提到了 總共有五種方式 那實際上在發現這個用程遺跡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已經在四月初的時候 也已經有發函文化局 就請文化局依這個辦法來處理 那當然文化局也有召開委員現刊 那現刊之後 到後續方式似乎就沒有做成什麼結論這樣 那現在就會一直發生 就是問題就一直存在 你發現了一次一次之後 到現在就一直存在這樣的問題 即使到現在的報告案裡面 都還存在這樣的問題 那在這樣的一個奧城 它法定位接不清楚的情況之下 你要怎麼去處理它 這個就是你要把它定在北門城相關的附屬設施 當然也可以 那你揭露出來的時候 可以清楚的知道 它確實就是一個附屬設施嘛 那實際上在文資法裡面也提到 就是一項文化資產 它不見得一定只是單一的一個類別 它可以是兩者以上的類別 它可以是遺跡 它可以是遺跡 它也可以是古蹟之類的 對 所以這個都必須要請各位委員做一個討論這樣 那我之所以會用遺跡類的條文來說明 主要是因為這個是一個口古視覺的案子 對 再把它釐清一下啦 所以那個三十二頁那個文字 第一個結論要幫我們下清楚 但我不曉得因為涉及到審查的時候 好 就這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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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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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